我们都知道岸田留任了岸信夫作为防卫大臣 这个以亲台著称的安倍的亲弟弟 对华强硬 对美一边倒 同时岸田又新任命了林方正作为外相 那么对于林方正的知华也好 清华也好 日本媒体也是议论纷纷 除了留任岸信夫新任命林方正之外 作为岸田新内阁选举公约的一个所谓设立人权担当的首相助理 岸田任命了前防卫相中古元 这十几年来 他一直是在对华外交的第一线 亲自经历过公共外交等诸多事宜 所以这就更加明确了岸田新内阁的外交路线 也就是修正菅义伟内阁后期的对美一边倒的外交姿态 以及被强硬派被鹰派所绑架的日本的外交路线和对外姿态 恰如日本战略界所反思的那样 日本对外如果彻底的对美一边倒对华强硬的话 那么实际上在中美竞争的这种语境下 日本将丧失对华的讨价还价的能力 日本实际上是想强化自己向两边讨价还价的能力的 那么在日本内阁更替之后 修正路线就成为了不二之选 而在这种情况下 岸田新任命了林芳正 以及中古元修正既有的路线是十分明显的 更何况中国方面并不认可美方所提出的这种中美竞争的格局 而愿意用复杂性来形容两国的关系 同时又指出中美关系不是选择题 而是必答题 在这道必答题之下 中日关系也不是选择题 而是必答题